Zither Harp 之前我都有跟大家说过 出Trip, 通常我都喜欢用自己的 Wi-Fi 弹 因为贪讨它不用每次买 又可以分享给自己其他Gadgets用 不过,有些朋友始终都不喜欢多东西起身 又要充电又要拿 所以,情愿用当地的储植 SIM 卡 今天,我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泰国储植卡的选择 泰国当地主要有三间流动电讯公司 分别是 DTEK, AIS 和 TrueMove H 这三间公司都同时有出类似的游客储植卡 大家也不难在深水埗或旺角的街档就会买到 三个台的八亿卡大约都是$40-$50港币左右 比起卡面上$299泰币的标价还要便宜 难怪这么多香港人都会先买 不如看看这几张卡的表现吧 三张卡都是一插入手机就可以立刻用到 不用做任何设定 我们同时测试了三个台连接当地的伺服器的情况 见到大约都有十几到二十几Mbps 的速度 效果相当不错 另外,我们又试试连接香港伺服器的速度 咦,都有差不多的表现了 我们也有看过三个台都可以同时使用 电话内的WiFi热点分享的功能 所以这三张卡都算方便 讲下我计划吧 计划内包括了3GB的数据和$100泰币的面额 打当地和用指定的长途电话字打回来香港 每分钟都在说$1-$2泰币 所以就应该够游客用了 但是提提大家 泰国政府其实是要求 每张处籍卡都要实名登记 我们都试过手上的卡 原来是用了其他人的身份去登记 如果大家有担心 其实都可以在当地的机场 或者门市用你自己的护照去买 那就放心得多啦